还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官员说 在一名省议员遭到暗杀之后 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发生的暴力事件 导致至少45人死亡 几十人受伤 当局说抗议者走上卡拉奇 这个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的街头 焚毁了几十辆汽车和店铺 星期二警察和军队在街上巡逻 试图使这个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城市恢复平静 星期一骑摩托车的枪手开枪 打死了省议员扎拉海德尔和他的保镖 当时他们正在卡拉奇的纳兹马巴德城区 参加海德尔一个亲戚的葬礼 海德尔是民族统一运动的成员 这个党在信德省和巴基斯坦联邦政府 都是执政政治联盟的组成部分 海德尔的葬礼定于星期二举行 卡拉奇以前也爆发过民族和教派暴力冲突